群山高耸的山峰和隐蔽的山谷 总是笼罩在神秘之中 这不仅仅是历史和神秘 山脉还是不寻常的自然现象 和惊人发现的发生地 似乎在每次徒步旅行 人们都会偶然发现最不可能的东西 那么这期就跟着探索号的脚步 陪你一起看看 这些在山脉中最惊人的发现 古老的树腰外衣 隐藏在挪威山脉中的伦布林山口 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 特别是那些热衷于维京时代的人的巨大宝藏 这条冰封的通道 或许在维京时代曾经是一条繁华的大道 因为在今天 它显示出曾经穿越过去的生命迹象 伦德布伦山口是维京人 运输网络的重要一环 用于探险和贸易 快进到最近几年 这里的冰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融化 然而消退的冰川 却发现了大量的文物 每一件都让我们 得以一窥为惊人的日常生活和旅程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 是一件保存完好的 公元300年左右的树腰外衣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 为了解那个时代的服装风格和纺织技术提供了见解 想象一下当研究人员发现这件 在冰川下保存了1700多年的衣服时 他们有多么的惊讶 其他文物还包括雪橇工具 甚至马骨 生动地描绘了通道的使用 这些物品表明 这里不仅仅是一条小径 而是一条经常被踩踏的路线 用于运输货物和牲畜 这些发现的多样性和条件 对于理解维京时代的人们来说 无异于一座金矿 死亡之山 死亡之山是一座雄伟的山峰 高达4809米 这个高度足以成为 阿尔卑斯山脉和西欧最高的山峰 但除了它的高度 它也是该地区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这个地方获得令人不寒而栗的名声 是有原因的 首先尽管海拔比珠穆朗玛峰低得多 但这里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世界最高峰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 就已经有了比珠穆朗玛峰更高的死亡人数 考虑到它的高度比与之相关的极端条件 这是相当惊人的 死亡之山的危险在于 其具有挑战性的路线和不可预测的条件 其中特别危险的一段是大库鲁阿 这是通往山顶的常规路线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这一段实施这里 成为世界上最致命的山峰之一的关键因素 此外 死亡的风险并不局限于技术攀登挑战 该地区容易发生雪崩等自然灾害 尤其是在夏季 随着积雪的融化 雪崩的发生比裂缝的出现更频繁 这对登山者构成了重大威胁 每年平均每个月约有60人死亡 其中相当一部分发生在这一时期 无可否认这是世界上真正赢得它的名字的地方之一 二战的历史证据 在偏远崎岖的印度喜马拉雅山脉上的飞机残骸 是历史上的一项了不起的发现 AC-46运输机是二战时期的一物 在消失近80年后被发现 这架飞机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1945年初结束了它的生命 这架飞机从中国南方的昆明起飞 载着13名乘客 当时正飞越印度多山的邦境内地势险峻的地区 当时飞机正穿越喜马拉雅山脉 但暴风雨的天气决定了它的命运 这片以险情闻名的喜马拉雅山脉 吞噬了这架飞机 掩盖了它的下落长达77年 在这个偏远地区 进行了艰苦而危险的搜索之后 才发现了这架运输机 可悲的是 寻找这段遗失的历史并非没有代价 因为导致三名导游死亡 在法国阿尔卑斯山脉的深处 有一个建筑奇迹 不仅是为了满足一览无余的景色 也是对勇气的考验 被称为霞慕尼天空步道 该装置的灵感来自大峡谷的玻璃天桥 但它将这一概念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2013年12月21日向公众开放 它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立方体 坐落在伯朗峰的山顶上 伯朗峰是欧洲最高的山峰 站在那里 你不仅仅是在观察阿尔卑斯山 你还悬浮在一个空间里 给人一种走下悬崖的感觉 但进入这里的 不仅仅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 而是它的高度 这座建筑高1035米 令人目不暇接 想象一下 你站在一个玻璃盒子里 脚下是一望无际的阿尔卑斯山 这肯定不适合胆小的人 建造这个独特的景点 花了三年时间 证明了背后的创造力和雄心 这条空中步道 为雄伟的法国阿尔卑斯山 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体验 将高度的刺激 与自然之美结合在一起 如果有机会 你敢去这个地方旅行吗 未知的雪人 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中心 那些神秘的山峰 一直笼罩在古老的传说中 比如居住着世界上最神秘的生物之一 那就是通常被称之为雪人的生物 据说这种生物是一种巨大的两族动物 身上覆盖着厚厚的皮毛 非常适合它在山区恶劣的多雪环境 关于其体型的说法各不相同 但许多人都认为 它比一般人高得多 几个世纪以来 雪人一直是喜马拉雅民间传说的 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土著社区 尤其是夏尔巴人 世代相传着这种生物的故事 然而西方对雪人的兴趣 在二十世纪初达到顶峰 与喜马拉雅探险的气氛相吻合的是 登山者和探险家们 在雪中带回了雪人留下的大脚印的证据 尽管有许多不同的发现 但雪人存在的具体证据仍然难以捉摸 一些所谓的证据 如毛发样本或脚印 已经通过科学分析被揭穿 通常归因于已知的野生动物 如熊或大型灵长类动物 然而缺乏确凿的证据 并没有阻止人们对这个生物的迷恋 而且直到今天 许多探险家仍在继续致力于寻找雪人 希望有朝一日能结束 关于它是否存在的争论 坎普斯之夜 这是欧洲部分地区 在圣诞节期间庆祝的一个迷人 且有点恐怖的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独特传统 你看 与我们习惯的欢乐庆祝活动不同 这个活动向我们介绍了坎普斯的生物 这是当地民间传说中的神话生物 这是一种长着长脚毛茸茸的 长相酷似魔鬼的生物 坎普斯本质上是反圣诞老人的 圣诞老人有一个装满玩具的快乐袋子 而坎普斯则用他的袋子绑架坏孩子 把他们带到阴间 在那里折磨他们 有时甚至杀死他们 这一传统在奥地利 德国 匈牙利 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共和国等国最为流行 他把节日变成了一种既怪异又迷人的奇观 在这个活动中 表演者穿着精心制作的手工服装 比如可怕的面具 山羊毛皮和牛角 他们在大街上游行 通常是在万圣节前夕 坎普斯之夜通常在12月5日 在游客中引起了喜悦和一点善意的恐惧 这个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吓唬人 还是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传统 浸透着文化意义 这是人们聚集在一起 庆祝他们的民间传说的一种方式 也许可以提醒每个人 良好的行为总是受到赞赏的 尤其是在节日期间 现在想象一下在欧洲度假时 不知道这个传统 我已经可以想象 当一个人看到这样的人形怪物 却不知道他们为啥这样做时 起初会带来多大的恐怖 号角雪橇比赛 这是雪橇比赛中 另一个有趣但奇怪的活动 这是一项在阿尔卑斯山 特别是在德国和奥地利的部分地区的疯狂活动 有点奇怪但令人兴奋的号角雪橇比赛 在这个活动中 参与者从雪山上滑下 不是乘坐什么高科技雪橇 而是乘坐传统的木制雪橇 弯曲的滑轨看起来像鸡脚 这些雪橇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 最初被当地人用来在狭窄的山路上 拖着柴火或食物等东西 那么像这样的比赛是什么样的呢 想象一下一队人穿着老式的登山装备 从结霜的山顶出发 挑战不仅仅是速度快 他们还要尽可能地安全滑下来 但要控制这些古董风格的雪橇 当他们急转弯和飞下陡坡时 这不是一般的冬季运动 所以它很吸引人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观看 沉浸在兴奋和怀旧之中 如果你之前目睹过这一事件 请在下方评论中分享你的经历 绿靴子 在无情的珠木朗玛峰上 隐藏着一个和这座山一样 经久不衰的谜团 这具被称为绿靴子的冰冻尸体 一直是故事的中心 尤其是对那些 试图征服世界最高峰的人来说 谁是绿靴子 它是如何在地球上最荒凉的地方之一 安息的珠木朗玛峰海拔8844米 这是一次令人望而生畏的攀登 伴随着世界各地的徒步旅行者 和登山者的远大抱负 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风险 三百多人在尸图登顶 或从封顶返回的过程中丧生 他们的故事 常常被呼啸的狂风和炫目的大雪淹没 其中绿靴子的故事 尤其引人入圣 它的尸体在山顶附近的一个小洞里被发现 身上穿着独特的绿色登山靴 以及成为那个地方的登山者地标 在那个被称为死亡地带的地方 空气非常稀薄 无法长期维持人类的生命 据推测 它是一名在1996年 著名的斑马灾难中丧生的印度登山者 然而 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 它的真实身份仍然笼罩在神秘之中 神秘的血血 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的高处 一种被称为血血的非凡自然现象 在春末夏初尤为明显 这种引人注目的红色血 是由生长在高山血中的 微小藻类的防御机制造成的 这些微藻通常因叶绿素而成绿色 在强烈的太阳辐射下 产生称为类胡萝卜素的红色色素分子 作为太阳保护层保护它们的叶绿素 红血藻的这种现象 已经为人所知有一段时间了 可以追溯到1819年出版的一本书 记录了1818年北极探险期间的发现 最近布拉格查尔斯大学的研究人员 也发现了一种与血血类似的新微藻属 它在世界各地造成了红色和橙色的血 比如欧洲、北美、南美和极地地区 铁器时代的凉鞋 在挪威山区发现了一只1700年前的凉鞋 这让人们对过去 有了一个迷人的一瞥 这个古老的人工制品 据分析来自公元300年左右 在挪威一座山的冰下被发现 这表明该地区在铁器时代是一条前进路线 这款凉鞋被认为是罗马风格的鞋子 揭示了那个时代的时尚和生活方式 考古学家推断 这种凉鞋代表了当时欧洲流行凉鞋的一种 在罗马帝国时期被广泛使用 它在挪威的发现意义重大 因为它表明了罗马人的影响程度 以及他们的文化和激情的范围 凉鞋很可能与某种形式的原始袜子一起穿着 这些袜子由织物或动物皮制成 在恶劣的山区条件下 提供额外的温暖或舒适 事实上它是在海拔近2000米的地方发现的 与罗马帝国末期的位置一致 大约在公元200年到500年 这使得这一发现更加重要 最专业的攀登者 你见过山羊能承受重力吗 如果没见过 那么准备好惊讶了吗 在阿尔卑斯山崎岖的地形上 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生物 表现出的壮举 甚至会让登山专业人员都大吃一惊 这些山羊不只是随意的徒步旅行者 他们在执行任务 正在寻找对他们身体适合的盐分 就像人类一样 这些山羊需要盐来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 但在他们高海拔的家园 盐就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稀少 那么这些有重力定义的生物是怎么做的呢 它们攀爬近乎垂直的悬崖 在险峻的岩壁上穿行 以芭蕾舞者般的敏捷 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 这一切只是为了铁士富含矿物质的岩石 为它们提供所需的岩 所以下次当你在阿尔卑斯山 看到一只山羊熟练地爬上悬崖时 记住它们是在寻找生命的必需品 那么这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你对这期的哪个发现最为震惊呢 或者你还知道其他的发现吗 请在下方与我们一同分享 同时请看看现在屏幕上 出现的其他很酷的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